大家好,我是王维 昨天咱们在居庸关车站发现了不少宝贝 今天咱们继续前行 看看这居庸关至三铺区间 在这110多年的历史之中有什么变化 现在咱们运行在居庸关到三铺区间了 这一段长3.6公里 平均坡度千分之33 前方是四桥的29号桥 1937年南口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 为了阻止日军前进 中国军队将昌平到青龙桥正线的每200公尺炸毁一段 同时炸毁了八座桥梁 这座桥就是其中之一 日军占领铁路之后 强迫铁路工人和沿线民众将其修补通车 所以现在咱们还能看见这座桥修补的痕迹 您看前方右侧是五号保险刀片的原址 这个避难线长206公尺 坡度是千分之39.8 通常上山的列车一过保险刀叉之后 这个刀叉就搬到避难线方向了 如果上山的列车出现断舟溜车等意外 这车就直接奔着避难线去了 那么下山的列车呢 在这个保险刀叉之前先得一度停车 确认制动力没问题 然后这保险刀叉再搬到正线的方向 它才能接着下山 这个行车规则啊 至今仍在关沟段沿用 过了先诊时 也就是传说中的木卫英姐的两台之后 铁路即将穿越上关城 上关亭原来是北齐时候建立的纳港关 唐朝的时候叫济门关 之后被改为居庸关 明初大将就徐达在上关城以南四公里的地方 新驻居庸关城 也就是现代的居庸关 所以这座城呢 被改名为居庸上关 在1906年修建京长铁路的时候 上关城东山城墙被开辟成路基 1939年的山洪呢 对这个上关城破坏其实并不大 到了1982年修建公路的时候 这座千百年来的古城市就遭了殃了 除了现在咱们还能看见的人字形长城 南北城门和附近的城墙都被夷为平地了 您看前方是上关30号桥 在七七事变之后 这座桥也被炸断了 1939年发了山洪之后呢 这座桥和桥北沿河行走的线路啊 短暂恢复同车 到了1940年 日伟当局修建了防洪改线和上关隧道 所以这段1909年的老线路就被废弃了 到了1983年为了配合公路的公航 这铁路线位又向东平移了 所以这上关隧道最终被废弃 这出了洞子的铁路啊 位于现在公路的位置 那脚底下这铁路呢 实际上是当年公路的位置 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啊 是曾经关锅段坡路最大的地方 当然通车初期的时候啊 也就是千分之三十三 1940年防洪改线之后 最大坡度改成了千分之三十五点八 到了1986年改线之后 这儿的坡度一度达到了千分之三十六 后来经过施工 降到了千分之三十一 这个铁路的坡度随着平时的走修啊 实际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些年来 军湾上行隧道南口的一段线路 又达到了坡度最大值 达到千分之三十六 前面拐过弯 马上就到三铺车站了 我曾经采访过这儿的站长 他说八几年的时候 他遇见过日伪时期的老站长 回来怀旧了 那位老站长在这儿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咱今儿先聊到这儿 明天咱接茬 边走边聊